香港就有些人因為不熟悉法律 或者不知道法律 就當法律沒有存在 也有些人很熟悉法律 但是拼命找法律的漏洞 來為自己辯解 好像我們立法會的同事 又是我的行家陳淑莊 他一直都給人一個感覺 就是說這個40人的罪人群組 在酒吧的罪人群組事件 就是立法會議員可以享有特權 就是因為這樣說 我們才有必要一定要向公眾澄清 這個是很重要的公眾教育 香港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立法會議員只是在議事廳裡面發言 才是得到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豁免保護 一離開了議事廳 在其他的地方他進行的行為 包括出了議事廳是打咪的時候 都不可以免於民事或者刑事的責任 因此我相信陳淑莊是作為一個這麼資深的議員 他沒有理由是不知道的 其實這件事是越描越黑的 因為有些在場參與的人士說是開股東大會 有些又說刑事了半閘 不再寧業是私人地方 但是似乎很多的資料顯示 因為酒吧是繼續營業 起碼參與有很多的人士 他又不是股東 所以越描越黑的範圍 是令人感覺到他們提供更多的資料 去誤導群眾 我認為法治一定是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政府是應該嚴格執法